ZenGa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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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ZenGalib的美善 相信大家在和朋友聊天的時候 都特別喜歡放 很多各式各樣的表情來表達自己真正的情緒 這樣子就可以讓整個交談 看起來是更加輕鬆的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無論是在VChat WhatsApp或者是面子書上的Messenger 他所有的Emoji實在是太多了 而且他們沒有把它分類好 這樣子如果是 你要去找你適合的表情 可能你要花上一點時間 就很難馬上就可以找到自己適合的情緒 這樣子感覺會很掃興 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面子書就很貼心的 推出了這個在Messenger 就推出了這個最新的介面 看起來很可愛 都是五彩繽紛 他就是把所有的Emoji 都已經分類好了 只要按search 你就可以找到你自己要的那個表情 好像比方說呢 我現在在上班嘛 然後呢我朋友就找我談天 那麼通常我都是會回覆呢 再忙 等下再談 那麼對方呢可能會看起來 是比較尷尬 會覺得很不好意思感覺得在打擾著我 但是這個working的話呢 就是他的emoji之後呢 只要我把一個很可愛的表情發給朋友呢 那麼整個對話呢 看起來就不會那麼尷尬啦 除了之外呢 他除了是有這些情緒上的emoji之外呢 他還有一些好像比如說你在睡覺啊 在吃東西啊 甚至是在上班的那種emoji 他都已經分類好了 所以這個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他這個功能呢 就只是可以用在手機喔 電腦呢是不能夠的 好 那麼今天的小分享呢 就到這裡啦 我們下次呢再進一起來好嗎 拜拜